另外要持续了解的是 枪击之后首度露面的连胜纹 昨天可以看到她的右脸似扁钻刺伤 右太阳穴的伤痕直径大约有一公分 而左右两脸呢 她是以美容胶部遮掩 受伤后15天就露面 就有人质疑说 这个连胜纹只是轻伤嘛 不过呢 在台中县在92年 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 有一名男子当时他举枪自轰他的太阳穴 结果送医16天后也复原出院 民国92年是名拿枪之后的男子 名叫吴展荣 子弹一样从左脸进又太阳穴出 伤口和连胜纹极度类似 住院16天后就康复出院 子弹过去以后往下走 从另外一边 从另外一边的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她脑部是有伤害到 但是幸好重要的地方都没有伤害到 当时吴展荣久后失控 拿改造手枪往自己的太阳穴 近距离开了两枪 我一直的情况不输给连胜纹 我们实际拿左右脸做比较 连胜纹的左脸像是扁钻刺伤 右脸的伤口则大约有一公分 再来看看吴展荣的左脸也像扁钻穿刺 右脸的伤口呈现圆形 两人的伤势差不多 也大约半个月后就可以出院 警方见识专家还说 他们另外有个共通点是 子弹短近短出没有伤到骨头 就好像拿枪打果冻 只会造成皮肉伤 不会致命 可能也许记忆会比较不好一点 适合七年吴展荣中枪过后 虽然智利汉记忆都受到影响 但是连胜文和吴展荣一样 都是死里逃生 也都是奇迹 中心网易超台中采访某道